封印 天舞這個地區 在很多人印象當中 它就是一個充滿異國風景的地方 早期在美園時期 不管是像美軍的眷屬 甚至是外交官的眷屬 都會居住在這個區域 所以這裡 它的整個生活空間當中的氛圍 就是濃濃的異國風情之外 它很多建築物的外觀 也維持著異國風情的建築 像今天我們要看到這個房子 它整個外觀 它的感覺就是非常的英式風格 不過設計師在室內空間當中 卻會用一些比較現代建築的線條 還有現代裝潢的手法 來讓這兩個空間做結合 我們一起來看看 今天這一段王牌設計師 哇 你看 好可愛喔 屋主的名字還在這裡喔 其實一直以來在我的印象裡面 住在天母這個地區的人 都有一些獨特的氣質 還有一種很特別的品味 就好比泰 我今天看到這個房子 它感覺像是一個藝廊式的住宅 對不對 對 沒錯 因為我們的屋主 它本身就是一個藝術的收藏者 然後是一位古董商 真的好朋友嗎 本來就認識 那後來因為做這個房子 我們用更深入的去了解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很好的朋友 對 OK 我知道這個房子對郭仙來講 算是人生重要的一個比辰杯 不是啊 當初買這房子是因為要 孝順五婦 對 然後 剛剛過後的時候就 可能 有難過喔 沒有 沒事 對 就因為剛買這房子的時候 我爸剛好去做身體檢查 然後 可能要接他們上來住 然後檢查出來是 可能癌症磨疾 就癌磨疾 就可能 在做這房子的時間會比較 趕一點 對 希望爸爸可能在有生之年 可以來這邊養老 本來就是要接他上來養老 對啊 這有什麼美上來 OK 所以宮崎上是真的敢 對 沒錯 那時候就是 我們剛開始 聽到郭仙買這個房子 那是他 因為他很年輕 然後有這個能力 買這麼大一個房子 那我們覺得說 真的是替他高興 那居然同時也聽到 就是他 那個父親的這個消息 那我們也希望說 在很短的時間內 趕快把他做 讓他 這個父親能夠 看到這麼棒的房子 對 就是他的兒子 就是在他的這個 人生中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生肥 OK 我們換一下心情好了 這個空間其實在設計的時候 跟你的工作跟職業有關係 因為我聽說他是個 藝術愛好主義是古董商 是啊 因為我本身是從事藝術品的工作 然後我希望回到家裡 就想說進入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空間 藝廊 就是類似藝廊 類似古董店那種感覺 嗯哼 我知道古董商 其實你有時候收到很多的藝術品 或是那些古董 你必很愛對不對 對啊 我想先擺飾 先欣賞一下 先放在家裡 對 OK 不要放在倉庫裡 太可惜了 對 對啊 我問你如果是你朋友來 你會人心割愛嗎 有的真的很可愛 要看什麼朋友 要看什麼朋友 OK 好 好 我了解了 剛剛其實從房子的外觀菜 我看到它就是那種 非常英式的建築 對 可是裡面整個空間的感覺 是比較現代的儀惠 對 沒錯 因為